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我念佛入境时 面前出现了红色的 利和极字 我不明白 请似乎开始 这个出现这个字的意思 利是教你放下 利一切 虚妄相像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怎么离呢 不执着就是离 不是真的要离开 那是离不开的 心里头决定不执着 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离 离跟极是一个意思 集结功德了 你能理想呢 就是集结功德 这是个好境界 但是不能执着 执着就会容易产生魔障 要知道你打坐 在这个止境的时候 面前出现什么颜色 什么境界 也是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都不要执着 在这儿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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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